經過我也很正經地分析過之後 最大的可能性是 因為有人沒吃早餐,我過路 在這裡語無倫次,不知道自己應該甚麼 走吧,吃早餐 喂… 我都沒力氣了,你快點拿走我 喂,你別煩了 我還很冷,我呼吸開始有困難 混蛋了 我需要人工呼吸 喂…你不知道抽我的錢走 真的嗎? 好像留了電話在隔行,等我 喂…快點回來,斷氣了 你… 你放開我,你還出來做甚麼 我…我真的沒想過在這裡會遇到你 你甚麼時候回來的?你不是在外國嗎 你當然沒想過 你真的不是在外國嗎 我以為你一直都在外國 跟你老公在一起 為甚麼你可以這麼殘忍 三年前,你不追不去就走了 我已經把我送給你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等你 我去找你 我一直希望你可以回來我身邊 但越來越來越有地獄 為甚麼我要三賊 為甚麼我這麼殘忍 林林 你別再追我 喂,小姐 喂 小姐,我先過來 那個不是Lanette?發生甚麼事? 我也想知道,追吧 我沒有車 我的車 先說吧,Lanette… 你不要動她,她可能有斷骨 Lanette 我先報警 Lanette… 我現在說,這裡有人撞車 醫生,傷者怎麼樣? 請問你們是傷者的甚麼人? 他是我們朋友,他傷得重不重? 傷者的頭部曾經受過撞擊 導致輕微腦震蕩而昏迷 不過幸好的是,他現在醒來就沒甚麼事了 流血的傷口我們已經跟他處理好 不過他的情緒就不穩定 你們最好暫時不要刺激他 你信不信我和你進去看看他? 我想單獨跟他談 為甚麼人第一次見到你會這麼激動? 你們之前認識的 他跟我說過 他有一個十年沒見的老公 你跟這件事有關? 這件事我會跟你解釋 你還要準備明天上課的事 不要被任何事影響少禮坦案 你先回去 我先回去 麻煩你出來,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Kindro, 我真的很想跟你聊天 沒話可跟你說 你是不是言十年前 殺他殺得不夠, 今時今日還要殺他一次 你每次見到你都沒有好事發生 要不就為了你傷心到幾乎有情緒 要不現在搞得招頭爛額, 損手爛腳回來 這次是意外, 我真是無心傷害 十年前, 他那時候還在讀書 就跟了你離家出走 他小孩也不懂事 你身為大男人也應該懂得分寸話 你沒有勸他回家不止 還未經我同意, 帶到外國秘密註冊結婚 Annette並不是你想得不懂事 她很有自己的主見 我從來沒有逼她去做, 她不想做事 我們住了賊之後, 她就繼續去外國讀書 我就回到香港專注我的事 我們一直分去兩地, 是有名無神的夫妻 郭爺, 你知不知道她讀完高級學校後 就回來找你, 但你不知所授 我那個傻女足足等了你十年 她不是已經跟人訂了婚 但應該結婚了嗎? 你十年來, 那個傻女一直都沒有放下過你 在她心裡根本也不會接受其他男孩 也沒有放棄過我找你 只要有你的臭小子消息 無論有多遠, 她在做什麼 她都全部都放下去找你 有一次, 還幾乎弄得她無命 這麼多年來, 她一個人密密承受一切 沒有埋怨過 也沒有向任何人伸過一句 我這個爸爸 都是因為看到她的鏡頭才知道 她這麼多年來受了這麼多苦 我竟然忘了, 只有這顆女孩 我不會再被任何人傷害我 如果你再搞她的話 我會對你不客氣 bes寞性格 我會不會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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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 你呢?你問我這麼急什麼事? 就算家人反對,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你呢?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 你呢?你不要太乱, 我也要不去 你呢?你不要好事 你呢?你呢, 我也要不去 你呢?你不去?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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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